DSS是路过了一下ACG的占点位 ACG现在点位只有一个人 哦 刚才长龙在外面 赚了那么久 他就是在等一个机会 他刚才怀怀嘛 再往后爬一点就补不到了 啊 啊 我也相信这张图 你呀 啊 啊 这又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人为什么要互相伤害 大家的处境都这么艰难 你呀总是 不准减星星街两炮打走 我但是人家架枪的老哥有点厉害 天地地 主要是他打的不是停下来的那个人 他打的是恢 我全是老 每一个厕所都有一个人 好多老六啊 没子弹了这一锁子恩死了 还发下 这下空了 要和队友了要和队友了 哎 带着风波这里反打一个 背后的人 小A比他还要在后面 没想到吧 狠狼捕船 黄雀在后 黄雀后面还有一个大鹅 是的 这波就是比谁最后 在后面 兜了一串 劝架的 谁 GFY 又是一个老六 撒门 六中 六中十组 六组 先先打一个 先打了一个 黄雀 对吧 这就是你刚说的黄雀后面还有 大鹅 他把大鹅给打了 哇 这波XLG真的是中了大埋伏 你怎么想得到每一个厕所 都有一个老六 我可能能防住一个厕所 两个厕所 但是我防不住这么多厕所 同时朝我开枪 真的受不了 是的 这厕所有毒啊 还有三个 还真打了一个 但退回来可服 看这个顺暴雷 双方的蓝波也不是很好救 Summer有点想扶 这个测试拆枪 管鹏 管鹏 很关键 锁住了锁住 是的 这波要是不打 直接穿两个 是 他这波要是不打 第二个 不打到坦克的话 真的是身败名裂了就要 管鹏 这波关键先生好吧 嗯 关键先生 但是蓝波没救下来有点可惜啊 怕吃雷嘛 那也没人从车上打下来 好 阿同慕 这波也是拿到了 一杀 嗯 FTY正在向羊鸡唱 是我猜不透 猜不透 这次的圈真的太难猜了 连小彤都猜不透的 只能说没有规律 是的 好 SMS这里是撞到了 TMA的房区内 倒两个了 是 TMA的人放得挺近的一般的 DT在扎 TYE在扎 SMS在扎 他剩下两个人 走在TYE的屁股后面 然后ACG一步进圈 WCG FTY的屁股后面的山上 哈哈哈 加油站山啊 这个位置还可以 妹妹又掉了 你就不要看了嘛 你都选了这么自闭的地方 他不能接受他被人撞了 是的 大家都是两个人很虎为难对方 另外一边 WCG ACG也开打了 S厕所已经被拔 虽然SMS也没有活多少个 马卡巴卡这个位置不扔格雷 解决他 他这个近点不是随便Pick你 这个战壕的工房 完全凭近点的操作 是的 哦 还是解决掉了 5G7 张语来的话 ACG目前优势很大 另外一边 杨村已经开始对TMA动手了 好 抽把 这过点 DSS也来了 来劝架了 打了一个 先补掉 对方现在目前倒两个的状态 斗子直接捏雷 Pero甚至有可能能劝这波架 如果打的慢的话 但如果打的快的话 来了来了来了 来得起 来得起 我感觉来得起 打一个过点 WCGC 但是 妹子一颗雷 雷了两个人 完了 你们把教练留到最后 你肯定要被溜死 Pero腿过来太慢了 我觉得要赶紧冲 DSS肯定想要赶紧冲了 没关系 剩一个教练 教练来不及跑 是的 回头扶 扶人的时候 不腿过来 这个信息少 给的 被发现了 FORM护肥了一波 这个时候说到FORM FORM被DT FORM没了 DT这把联居也很准 他刚才其实已经把GFY也抽得七七八八 GFY只剩三门了 然后他又抽了FORM FORM这个目测索又透风 就是固定把训练 这把DT整个阶段了 到现在还没有打完 一直在拉锯 对 好 另外一边已经有出现击倒信息 本来就人不多的Pero再倒一圆 天没一颗雷 两颗雷炸到了羊村两个 差一点点就炸三个 还是要不先打起药来 好 两队倒三个 最后一个人 结束 刚才Pero好像是奋起反击 是击倒两位 这个火烧的位置很好 这个位置就扔的 因为坑内比较好扔嘛 然后直接就只有一颗烟 往烟里一扔 位置判断的很好 两位应该都要扶人 对 黄之龙应该还要再扶一下 这个雷有点耽误时间了 顺爆 他捏过的 他想过了 就是要一打一 来嘛 对抗 强行一打一 今天我不准你救人 黄一鸣听到脚步伸了 他要迅速解决才能救老板 我Pick 好的 够人技术还是可以的 这波摇头Pick很关键 所有的枪都空在了他的耳朵旁边 你居然说话 顶压运势 死根死根 所以今天这把是死根圈 确实是龙死根的圈 嗯 这个厕所 有没有东西 哎 出来了 嘿嘿嘿 骑在头上 把露露给骑了 但他自己怎么回去呢 没事 山上有一半是他的队友 哎呀 有什么用呢 山上还有一大半不是他的队友的 对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有点奇葩 他那个两个小木房外面那个坡 我觉得要不把露露交给别人也不是不行 哦有人要来救 这好像有点来不及哎呦 静点天人了 正好是一个尴尬的档口 是的 天弟弟和JIMBOY在这里打防守 嗯 就形势还是要走的 哦 露露露露被炸倒 嗯 天天 侧这边跟啾啾单挑 哦 这里吃亏了 而且他想要下斜坡拉雷的时候 自己还漏了声位 只剩天弟弟 天弟弟没有原体 强 看屁股 突击手 救人 保车 嗯 指挥 刚好 这个 不会被猛了吧 这个位置 猛了要猛了 上车了 兄弟 两个人 真的很危险 是的 直接开门就进 哇 一雷双响 龙死根 啊 猛死一颗火烧了自己 龙死根又是一个雷 把他补掉了 不是 这为什么呀 龙死根一穿三 这就是他为什么 价值五百万 关键是猛死 细节太好了 真的吗 这波不会出事吗 哎呦 可惜他是半点血 不然我觉得他也不能退回来 对不起 虽然打了药吧 但是 任何人 可能都不知道从哪个缝里面打过来 这是 现在谁有这位置 哎呦 许生果然是最危险的位置 找到了许生 一颗光光的脑壳 许生被拔掉以后 FTV剩下队员过点 就会比较困难了 捏过 还好撤了 但Pero也没什么雷的 基本上没雷 其实你刚以为HQ没做事 HQ花了很久 靠许生听脚步早点贴过去 现在这样的话 我们两边都不太好走 但没有什么意 可以 现在Pero也不能顶过去对吧 嗯 现在FTV老六 就是FTV 入了一颗雷 祭司这个位置 太要命了 龙斯格 祭司倒了 但有人补他的位置 有人补祭司的位置 龙斯格只能后撤 龙斯格在这个位置 舞台又来了 好 Pero小心踩火 吓我一跳 打一个 我就是做自己 HQ一瞬间被加了 黄智龙在另外一侧发力 野马哥直接被补掉 来了 龙斯格 哎呀 哎呀 这个过点 他没想到祭司还在这里 祭司就是 龙斯格克星 恭喜Pero 没想到的吧 九杀吃鸡 计划又变了